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意事意時來到Scarborough區 位置在Huntingwood和Burchman 我身後這間餐館是香港會 剛才大家看到的牌子寫著隆重開幕 是去年的事 現在剛好它在7月份的時候 一周年紀念 我們上次跟大家講過 如果一周年的時候 來看看什麼特別食物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特價東西 和大家分享 我們一齊進去看看 再和大家分享報導 入到香港會 不知道網友們 會不會覺得有些熟口熟眉的感覺 香港會這間街坊餐館 對我們來說也是很走腳 所以我們都經常來光顧 有些時候就算我們來吃飯 都未必會拍片 但是拍片對上一次 最近那次就是和大家分享 在這裏吃點心 星期一到星期二 公眾假期都是唯一價錢 再上一次就是和朋友來 吃一個私房菜 手工菜 再之前已經是說 疫情期間買外賣等等 今天我們來 主要因為它是一周年紀念 一周年之興 所以我們一坐下來 就問士英姐姐和經理哥哥 有什麼特惠 有什麼好介紹 讓我們也可以和網友們分享 美食才興奮 是凍蟹 謝謝 反正那些蟹怎麼煮我都喜歡吃 或者是甚麼類型的蟹都是 所以稍後再跟大家慢慢分享它的價錢 磅數 優惠期等等 現在想跟大家講講就是蟹的外形 我都會覺得是挺大隻的 還有之前我們在另外一間吃潮州菜的餐館裏 我們都有吃凍蟹 那時都好像跟大家略略分享過 就是做凍蟹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要看回蟹出來 到底會不會是手腳齊全 會不會是手腳齊全 都是很考師傅的功夫 就這樣看我未揭開蟹蓋 都覺得是滿意的 我會覺得蟹身和蟹爪都是屬於齊全的 是這個鬆脫出來的 我都覺得是合格的 就這樣拉替外形 就這樣拉替外形 給大家看一看蟹蓋 那些膏啊 肉依然是黏在蓋裡 因為有些餐館可能都會刮起它都未定 看上去就是原汁原味 也是很新鮮的樣子 真的要吃蟹身 我們喜歡吃海鮮的程度是自備 一邊是剪一邊是撩 是很方便的吃海鮮 因為我們很喜歡吃龍蝦 蟹等等的海鮮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放在車裡 準備隨時都可以用 雖然餐館也有給我們一個鉗 但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淡淡肉啊 多漂亮 還有這個 蟹鉗 形容一下給大家聽一下 是新鮮淡淡肉 還有它是凍蟹 它是絕對做到的 是凍和是新鮮蟹 正好吃 剛才我吃過幾件 都是沒有點過醋 雖然餐館那裡都是給我們一個醋 但我覺得它新鮮的話 完全是不需要加任何調味 好鮮味 給大家看一下如何的新鮮程度 首先告訴大家這些蟹膏 它的肉是一梳一梳的 海鮮這家東西 只要是新鮮 就是很好的了 所以大家看看 肉是新鮮 一梳一梳 吃完這隻新鮮 美味的凍蟹之後 頂一頂神 為什麼又來多一隻呢 是時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香港會是在做特價 因為是一周年自慶 聽著了 網友們 價錢是22.95元 可以選擇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就是 剛才我們吃了的凍蟹 現在面前這個呢 就是胡椒炒蟹 顏色是很漂亮 有很多不同的色彩 因為它有青紅椒下去炒 還有一些肉水 胡椒都見到的 一些胡椒碎 還有怎樣形容一下呢 我覺得它炒得很漂亮 很乾身 隱約都見到這些位置 都是炸過 走過油 所以都有一些粉黏上去 最重要就是乾身 味道方面 未吃呢 我聞下去 現在我這個位置 隱約都有一些黑胡椒味道 嘩 口水流了 剛才吃完這個凍蟹 真的覺得很新鮮 所以我們就再來 因為反正正在做特價 22.95元 是很划算的 剛才說我是蟹喉來的 現在既然是特價 有兩種做法 當然要兩樣都叫賣 吃完和大家分享 溫馨提示 通常我們吃東西 都應該是由吃淡味開始 才吃濃味 特別是吃海鮮 所以我們是有次序的 先吃了個凍蟹 跟著吃這個野味的胡椒炒蟹 跟剛才一樣 都是蟹糕蟹肉 都是在蓋上膏 一會兒再吃 有街牛 怎麼少得美酒 今天我們叫啤酒 原因是特價 本地啤是搬家 而進口啤是正價 吃些濃味的菜式 喝一杯啤酒 特別是現在這麼熱的情況下 就是厚心涼 雙重享受 黑胡椒炒蟹 跟剛才的凍蟹一樣出色 蟹肉新鮮不再說 它出色的地方是甚麼 剛才跟大家說 就是蟹殼 或者蟹爪蟹 叫做 上了一些粉去炸 炸完之後 才兜黑胡椒和配料 所以剛才我吃到這些位置 仍然是脆口 相當之好吃 另外它炒得乾身 也是它的優勝之處 因為乾身的話 就會令它整件事更加香口惹味 至於味道 剛才我聞下去的黑胡椒味 是比吃下去濃 吃下去它依然有味道 但是我會覺得 再有空間 再可以濃味一點 野味一點 我就跟經理哥哥去反映意見 經理哥哥也跟我說 這個黑胡椒炒蟹 就不會跟新加坡 很出名的黑胡椒炒蟹 來同日而語 因為它這個 是需要配合本地的加拿大人 又或者叫做我們香港來的人 所以味道未必會做回新加坡 那種很多香料 來爆炒得很重要的濃味 我剛剛咬了一口蟹身 很脆口 分分鐘連殼都可以吃 蟹肉依然是一梳梳很新鮮 讓大家看看 是時候在大家面前 展示一下用這個剪的好處 我真的覺得今天 在車子裡拿進來 是一個名字之舉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會吃什麼 但是今天我們來香港會 就是我們吃開 在這裡都是吃海鮮 吃龍蝦 所以今天就有備而戰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是特別喜歡吃這些配菜 有些肉碎 青紅椒 洋蔥 這些才是好東西 而且都告訴大家 真的很乾身 一滴汁都沒有 完全是上了蟹 網友們 如果你有興趣 真的要快點來試 因為因為期 由現在開始 到什麼時候都不知道 反正來說 早來早享受吧 榨子雞 上一次我們在香港會吃過 香酥鴨和糯米雞 都是很喜歡的 今天為什麼不叫糯米雞呢 並不是說不好吃 都是相當好吃 但是因為我面前 這個榨子雞是特價 半隻 九元九毫半 因為現在也是 慶祝他一周年之慶 所以就叫了他 九元九毫半 半隻榨子雞 我當然要問經理哥哥 他是不是走地的 是走地雞 所以我一定要叫他來試 顏色都很漂亮 炸得很金黃 至於雞皮也是薄薄的 希望大家看得到 剛才看到有網友在 所以跟他聊了幾句 不知道還會不會脆口 講開網友 剛才我們除了這位網友之外 我還遇到另外一位朋友 兼網友 他榮休 今天是他最後一天 在他工作的地方 所以我藉著這裏 祝他 明天退休生活開心 剛才跟他聊天的時候 都告訴我 他已經很有計劃 雞皮仁然是脆的 剛才我吃到的是比位 所以相對來說 也是滑 不乾 很juicy 我想試一下胸 因為通常胸 相對來說 都會較為乾一些 即是說 如果他的肉是乾 就預料了 因為沒有辦法 他不同的部位 就不同的效果 剛才我都沒有點任何 那些淮鹽或者澱汁 都是很好味 即是說他的雞本身的底味是夠的 這碟雞已經放了一段時間 我想起碼也要20分鐘 雞皮仁然是脆的 雞胸相對來說是乾 但是如果不是說 比較雞腿 我也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即是他不是很柴皮 剛才所說 因為他始終是雞胸 大家都明白雞胸是比較瘦的 但是我覺得他做這個 都是相當不錯的 好吃 通菜才有 真是不好意思 我和師傅和餐廳說聲 因為剛才我們和網友聊天 聊久了 所以擺到一段時間 已經變黑了 但是幸好還有煙 都還熱 我們很喜歡吃通菜 所以趁他現在是當做 因為現在已經發了 都沒有多少次來吃 我的意思是通菜 即是就算超市買 都未必還有 都貴味 所以趁現在還在當做 就吃多一點 脆口 不韌 我曾經試過自己買過炒 但這塊是很韌的 這個是OK 好吃 還有他那個蝦醬 我們選擇了蝦醬炒煎油 他的蝦醬是不鹹 不鹹的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在嘴裡 是不鹹的 所以是好吃 至於鮮油 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韌 他切花切得很漂亮 是OK 咬得開 他不會說他拿到軟 到不需要用力 都可以照得開 那種質地 他是有咬口 都算是叫軟滑 好吃 我會稱之為三響炮慶周年 這個名字是我作的 所謂的三響炮 就分別是 剛才我們全部都吃光的 有蟹 蟹方面 我們兩個做法都吃光了 就是有凍蟹 和胡椒炒蟹 另外第二樣就是 半隻的炸子雞 還有就是啤酒 不知道遲些 經理哥哥會否考慮這個名字 引起海報來做宣傳呢 為了可以令到大部份的食客 都可以享受到 香港會今次為了一周年 退出的優惠 所以跟大家說一聲 就是蟹 無論是凍蟹也好 胡椒炒蟹也好 都是不切預定的 也是為確保新鮮 還有一個炸子雞 半隻就是每台只可以限叫一份 即是說每台只可以限叫半隻的炸子雞 至於半價的本地啤酒 就是無限量 即是換句話說 如果閣下的酒量是很厲害很好的話 都可以叫本地啤酒半價來喝 剛才所說 如果是盡口的話 啤酒就是增加的 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幾個禮拜之前 我們有個聚會 就是和朋友去燒東西吃 當中有個朋友 因為他都知道我們是拍Youtube 他就問了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現在本地 即是多倫多的餐館 會不會很多時候都會轉手 轉得很快呢 即是說開了沒多久 就會倒閉不再營業 我跟他說 根據我們的經驗 或者觀察 都不是說是轉手轉得很快 所以 其實這個是題外話 不過因為今個月 是香港會的一周年自慶 所以順便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告訴大家 由香港會開張到現在 我們都不停光顧 都見證著他們的成長也好 維持水準也好 都是我們心目中喜歡來的餐館 所以恭喜他們一周年紀念 除了吃飯的時候可以訂桌之外 剛才也說了 就是蟹和炸子雞都沒有預訂 所以吃不吃得到 就看大家有沒有緣分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我們始終都是一個普通食客 如果大家真的有想查詢的話 我們都不能夠代表餐館講任何話 所以你們就最好打電話來餐館 詢問一下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一周年不容易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香港會 以及支持一下我們醫師醫事 記住記住請你幫手 給多點like我們 因為我又要再重複 Youtube拍片方法 就是越多like數的短片 就會越多人看得到 亦都說 如果是多人看得到的話 都可以知道這個優惠 可以過來吃 以特惠加享用蟹炸子雞和啤酒 由現在開始優惠期有限 直到何時歡迎大家向餐館查詢 喜歡蛇君哥華蟹 又或者你炸自己的朋友 請你給個like我們 又或者現在趁香港會 是一周年紀念過來吃他們的出品 加上還是特價很低食 喜歡我的這條短片的 請你subscribe和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日再見 拜拜